年華則是25號開始接連四天登場 有好多人都把握機會體驗搭乘熱氣球 人潮幾乎把現場都塞爆了 沒有想到游民男子疑似趁別人去上洗手間的時候 偷偷插隊 警方後來大聲的告誡他要遵守世序 否則要依照社會秩序維護法送辦 他才信信然離開 另外有眼尖民眾還發現 有熱氣球上面竟然印著Welcome to Taitung 是歡迎來台東而不是台中 覺得有點怪怪的 大熱天帳篷底下民眾怒氣沖沖 原來大家在排隊等搭熱氣球 沒有想到卻疑似有男子插隊 民眾報警 員警到場 一開始先勸導男子配合 但男子人不斷狡辯 最後員警也聽不下去 大聲喝令男子立刻離開 現在勸導你請離開 因為插隊而語 其他購票的遊客 還有票人員發生口角糾紛 最後男子欣欣然離開 現場一正歡呼 原來這是台中石鋼現在最夯的 熱氣球嘉年華 一連舉辦四天 每天都吸引不少民眾搶搭 還滿開心的 很漂亮 風景啊 山啊 你知道嗎 有一點 有什麼感覺 看它很漂亮的景色 是第一次 上面滿漂亮的 天還沒亮 就湧入了上萬名的遊客 但就有眼尖的民眾發現 其中的一顆熱氣球上頭 英文寫著 歡迎來台東 讓人傻傻分不清 對此市府解釋 去年活動因為疫情停辦 今年擴大舉辦 短短幾天 到訪的人數就突破20萬人次 但考量製作費用 一顆要三四百萬 才會由廠商來提供 未來市府也將積極爭取費用 朝著製作有台中字樣的熱氣球 持續行銷 台中觀光 界中部綜合報導